各位卖子学业的网友大家好 那这一节呢我们学习几个非常实用 而且有很简单的几个长的组件 那标签有我们的标签徽章和大屏展播 还有页面标题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我们看Label样式 那我们打开HBuilder 新建一个Web像 C持17 好复制一下 16里边Bootstrap的CSS JavaScript文件进来 打开代码01 把Body里边的东西先删掉 那Label呢是我们在写一些 比如说要强调我们一些文本的时候 去用到比如说我们学习Bootstrap 比如说我要强调这个Bootstrap 我就可以用一个标签把它扩起来 Ctrl X 给它加一个样式 class label 好运行一下效果 但这个Label呢不一定给你写示啊 我们要给它附加一个样式 Label default 我们看一下什么是default样式 Ctrl C 这呢 给234234 那Label default 那Label呢有很多种样式 还有 Danger Info 还有一个Warning Warning 好 我们运行 看一下效果 就是我们要特就是特别要强调的文本 我们可以用spy标签把它扩起来 加一个什么呢 Label样式 但Label样式呢 最好再指定一下它的这个样式 所以我这给了Label新 它有什么呢 很多Danger 然后default info Warning等等 这呢大家在帮助 在这个HBO的这个帮助上 就能查出来 所以没必要怎么来记 好 这是我们的Label 那再看一下什么是徽章 徽章什么时候用的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社交网络的时候 比如说别人给你发了五条信息 在你的那个信息旁边会写示 你五条信息的一个 有五的一个样式 好 那我做简单效果看一下 好 HR 给一个 A标材 HREF 比如说 收到消息 消息 spy 这地方是 比如说有五条消息 那么在这地方给一个 段子 好 那么用心看什么效果 就是 比如说我收到五条消息 这里边有个 扩 扩起来 这一个五 就意思是你有什么呢 收到五条消息 这经常在社交网络上用 那这个东西呢 可能经常用在我们的 啊 列表呀 菜单呀 甚至按钮上也能用 那比如说我们给的按钮 下来列表菜单都可以用啊 那 那 button tap button 这个按钮叫 大家好 然后就随便写个汉字 然后 spy 89 好 给他一个样式 class bench 好 看一下效果 就是按钮上也可以加这个什么呢 担着 当然在我们的菜单呀 li里边呢 都可以加 嗯 不知道我这单独给你看行不行啊 spy 45 class ri group 再看一个classr itums 好吧 这一行copy一下 在你想用的地方都可以使用这个徽章 就是这个badge这个样式 好吧 这一行copy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看 这是有三个列表 那这地方有三个徽章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嗯 用到的这个徽章 嗯还有什么 徽章完了以后是大屏 嗯 大屏展播 那大屏展播呢 有时候我们在网页上要大屏 显示一些信息的时候 用到大屏展播 看一下他这个样子 我新借 新借一个demo 把demo1复制一下 Ctrl C 粘上 demo02 打开demo02 里边的东西呢 我现在都删掉 这个叫demo02 一般大屏展播 首先我们给一个div class 大屏幕这个单词 然后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给h1 就是我们的标题 嗯 主要标题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给p标签 这是段落 这里是想写的文本 文本当然有很多 我就写一行 那文本完了以后 我可以再写一个a标签 那么是来一个阅读更多 a标签呢 你可以给它样式class btn btn按钮 btn 拉扯 画运行看一下效果 有这样的一个种效果 但是这个呢 啊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container里边 放到container里边的话 效果会更美观一些 class container 把这个大屏展播这个容器放到container里边的话 用心 它会变成圆角呀 这样的一个效果 注意看 变成圆角 这是主要标题 这是内容 你可以给个按钮 那在这个大屏展播的这个样式里边 它的h1和p标签有固定的什么样式 这个阶级啊可能被更大一点更醒目一些 那这就是它的什么呢 啊 大屏展播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啊 大屏展播 最好用大屏展播的时候放到这个container里边来 那然后我们再做一个page hender div class 它好像的h1有点类似 大屏展播很好用 经常在一些博客啊用到这样东西small 小标题 放运行看下效果 啊 大屏展播很好用小标题 这是配着pander 好吗 he标题有点类似 这地方给个he吧 有时候直接给he就行了 那他和he的区别你加不加这个page hender和he的区别 只是加了page hender它的这个marget和pandy更大一点 嗯 所以页头页头标题的话一般会加个div加个容器里边给个page hender 里边再给he he里边当然也可以给复标起 大概这样的效果 好这一节内容呢相对比较简单 嗯 记住这几个样式就可以了 label 然后label有很多的样式 比如info呀default呀等等 那bed就是这个徽章 徽章可以用在按钮插列阶 用到这个item group li的item group上 也可以用到下拉列表等等 那大屏展播的话就是一个容器div设成什么呢 啊 大屏展播的这个样式 然后里边可以给h1和p标签 h1和p标签就默认这个距离呀就会比较醒目一些 然后page hender 他和he差不多也是一个容器里边加page hender 里边给 也是一个div里边给呃 page hender样式 div里边再给h1h标签里边写标题 只是加上page hender以后它的marget和pending 更大一点 好 这是这一节给大家讲的几个样式 那这一节讲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 大家在那个votcss这个中文网站 找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里边的组件 组件里边呢这也有 就是这个 啊标签 这个样式啊 标签然后是徽章 徽章在超列阶按钮上都可以使用 然后句目就是我们这个单评展播 啊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这一节呢啊 还有一个页头 页头的话在一个容器 容器里边给h1 他只是设的h1上下的阶距更大一点 再没有加什么额外的样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pitchhunter这个圆码 好 这一节呢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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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